很多女性在职场上都会被要求穿上高跟鞋 也是对场合的尊重 因此不得不忍受高跟鞋所带来的不适和疼痛 为了改变这种观念 一群日本女性发起了拒绝穿高跟鞋的运动 获得上万人的支持 日本鞋针女性时穿优时 在今年2月设置了一个联署网站 主要的诉求是改变职场等场合 要求女性穿高跟鞋和前口无带有跟皮鞋的现状 有关的活动获得了大批民众的回响 截至本月2号已经有将近1万9千人联署支持 而在3号石川也把联署结果送往日本厚生劳动省雇佣机会评等课 石川发起活动的原因是她之前打工的经历 公司规定女性工作时必须穿上高度5到7厘米 无带的有根黑色皮鞋 一段时间后 她的双脚小指等部位非常疼痛甚至流血 对此她便开始反思 为何女性必须穿高跟鞋 石川指出 她在网络上看到了不少意见 包括因为穿高跟鞋脚会痛而不想穿时 总会因为这样穿才有礼貌等说法而沉默 也有人认为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谢谢大家